입니다. Surajjous differentiate 。 所以定义 令 MN MD 跟 N més 比 matrix spaces 那 A 包含於 B 同時 A 送到 N N 呢, is a continuous function 那 we say that 抱歉,謝謝你 我知道你在跟我講什麼了 B 包含於 A 好, we say that 這個 F 呢, is uniformly continuous 那因為這是連續 連續是形容詞 所以你前面要加 Ly 負詞 On 這個 subset B 如果在 B 上 你可以找到最小的連續 B 進速度 對 所有的一雄大於 0 連續 B 進速度 存在有一個 delta 大於 0 這個 delta 是所有人的 B 進速度 也就是在這個範圍內大家同時 讓 F 的 S 一雄 靠近 F 的 Y 同意,這叫做共有的速度 所以在這個範圍之下 大家可以一起靠近 OK,不會有人已經靠近 有人還不靠近 所以這叫做 uniformly 所以它的 uniformly 的意思是 它的連續 B 進速度是一致的 使得這個 delta 是對所有 現在的 Y 在哪裡? Y 在 B 裡頭,對吧? 它共用誰? 同一個 delta 所以對所有的 X 在 那這個 S 是我 B 進的那個變數 所以 S 屬於 Y 對吧? S 只表示在 A 中靠近 Y 是我要被 B 進的點,對吧? Y 在哪裡? Y 在 B Y 在 B 的時候 你在 B 上的任何 Y 你用 S 靠近它的時候 只要是 delta 靠近 一定可以 H 龍 靠近 好,對所有的這些點 對所有的 A 中的點 A 中的 S B 中的 Y 對吧? 具有 S 跟 Y 在 delta 靠近時 對吧? 具有跟 Y 距離小於 delta 那它的函數值 只要你在 A 中的點 只要跟 Y 在 delta 靠近 那它的函數 它的 F 的 S 跟 F 的 Y 就會 靠近 所以這邊的 delta 隨不隨的 Y 的改變而改變? 不隨的 這個跟你找到一個共有的 delta 那如果呢 所有的 Y 在 B 中 你可以找到共有的 delta 那當然你什麼叫 delta 就是 S B 到 Y 的的時候 在 delta 靠近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會一種靠近這件事情 那我就叫做 uniformly continuous 好,那這個定義呢 當你懂了前面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寫下來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 這是對所有的 S 對所有的 Y 那以前呢 我們只寫 X 對吧? Y 不動 對吧? 現在是 Y 也可以動 因為這個 delta 是所有的 Y 所以這個地方就放上一個對所有的 Y 對所有的 S 在 A 跟對所有的 Y 在 這個有一個對所有的 好,那你看 因為它的寫法 因為你想這樣寫 所以這是剛剛我在跟你討論的 如果它是獨立點的時候 那你也要這樣寫 因為這是所有的點 那你就要討論我剛剛所講的 那如果不要管這樣 你就直接考慮在 B 集合上好了 那 Particular B 集合 是 A prime 中的一個 一個那個 Anyway 好,因為它的這個寫法 所以你可以發現 uniformly continuous一定是 一定是 continuous 因為你固定 Y 固定 Y 的時候 對所有的 S 找到 那就是它連續了 所以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發現 uniformly continuous on B 一定 imply 那個 continuous on B 所以既然如此呢 原來的定義要求 那個 A 是連續函數有意義 有必要嗎? 沒有必要 因為這個固定 Y 的時候 就是連續了,對吧 所以我不許 所以由這個原因事實上 我們原來一開始 在這個定義裡頭 假設這個連續事實上 可以被拿掉 就直接考慮它是一個 函數就好了 但是它原始的 在討論事實上是考慮連續的 必進速度 可是呢 等我再跟你講什麼 可是因為有後面這件事情 一定是保證連續 所以前面這個連續 在定義中又可以再被拿掉 好 好,竟然如此 好,這個只是把 uniformly continuous的這個概念 講清楚 那事實上它沒有什麼 它只是把每一點的連續 都拿出來比而已 那以前我們只是管 每一點點不連續 那從來不管這點連續 跟那點連續 它之間的速度有什麼差別 好,那這個 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後面還會再用到 但是用到的時候 不是用到連續 是用到其他的範疇 好,底下呢 我們有下面的這個一個問題 那顯然不會所有的連續 uniformly continuous function 一定是 continuous function 對吧 那顯然因為從剛剛的討論 你知道 連續函數不一定會是 uniformly continuous 你概念上真的感受到這件事 那何不給個例子 那當然最簡單的例子 你就在i到r 或r到r的函數裡去取就可以了 好,所以給一個 f呢 是i到r的函數 那當然這時候呢 你要給的是連續函數 但 f呢 不會 uniformly continuous 的例子 好,我讓你給我一個例子 好,兩分鐘給你 好 還是從思維上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算你要照反例 也是從思維上去思維 我們說過呢 為什麼我們要舉r到r 是因為我可以畫圖 我可以用畫圖 來幫我 幫忙我們思維 那 前面說過 也就是說呢 如果直觀上來講 也就是呢 它的delta y 事實上 當y變動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小 也就是它會B到0 那叫做它不會是 uniformly continuous 然後我們知道 delta y 越小 在圖形上呈現的是它 越 越 它越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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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你的delta 要B到0的意思 那是它最陡峭的時候 對吧 好,delta B到0的圖形 是怎麼樣的圖形 也就是它非常非常地陡 對吧 對吧 也就是如果這個函數可為 對吧 那它的切線 切線的斜率是 是y差距除上s差距 所以那個delta 事實上 delta事實上是在delta s的那個part 因為它表示y跟它是那個 所以那個意思是表示它非常非常陡峭 最陡峭的圖形事實上就是斜率 無限大的時候 那是它最陡峭的時候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總是 你如果不是陡峭到無法控制的階段 那最陡峭那個部分的速度 就是所有人的最小速度了 那你要delta b到0 事實上在圖形的意思來講 就是如果它有切線存在 那它的切線的斜率一定是無限大 所以換句話說 從這個觀點來思維 也就是說你要找的例子 它圓滑 可是它的切線斜率會出現無限大 抱歉 如果可為那斜率就不會是無限大 對吧 那所以要的是圖形圓滑 但不可為 也就是說它的切線的斜率會跑到 無限大那樣的函數 怎麼樣的函數 它的微分的斜率會跑到無限大去 有啊 你就去照那個函數就是我要的 是吧 這邊不是要你照例子嗎 所以從那裡你可以看到 那剛剛所講的f of x 等於s 平方 它的斜率是2s 對吧 在s 跑到無限大的的時候 然後它的斜率會跑到無限大去 所以在這個例子呢 我的 i 是這樣是整個的 啊 還有呢 這是我們最熟悉的一個例子 還有呢f of x 等於s分之1的這個例子 它的微分是負的s平方分之1 所以在s等於0的時候 對吧 也跑到無限大的去 所以呢 這個函數 如果你考慮0到無限大的的時候 開區階 或0到 0開任何一個 這個ab或a開無所謂 它一定不會是uniformly continuous 因為它在0的時候 圖形陡峭到它的切線的斜率是無限大 也就是你的delta幾乎不見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兩個應該會是我們的例子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你怎麼造勢上就是 我剛剛講的 你把我們的概念拉到圖形上去看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應該是最簡單 最直觀的兩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來正它 所以我們正它跟正它 所以example show that f of x 等於s平方 is not 它真的出問題的地方在哪裡 在無限大 所以在整個r上它會出問題 但如果是不是 如果你的區間不是整個的時數 是有界的區間 那不會是問題對吧 對嗎 對嗎 它的最兩端最陡峭對吧 所以最兩端的那個距離 事實上就是大家的距離了 是最慢的時候了 好 這個呢 uniformly continuous on 整個r 好 兩分鐘給你 請正 所以你感覺到它是跟你正它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現在我們去正 我們感覺到的那件事 它不會是uniformly continue 在整個的時數軸上 好 由仇正想起 要去正 要去正 各位同學你說說 要去正 對 存在有一個 極限大於0 使得 對任意的 delta大於0 會存在有兩個點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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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y 在r中 具有 往下角 具有 s y 現在因為在r 所以距離是相減的絕對值 小於 delta 怎麼樣 會使得 這裡已經有存在 存在這兩點 對嗎 對嗎 具有距離 在你給我的delta之內 使得 它的函數值不會 對不會delta靠近 對嗎 不管你給我怎麼樣的delta 我就是可以找到兩點 那個s平方-減 它的函數值現在是 s平方-減 y平方 就是不可能 一雄靠近 那意思就是相減的絕對值 大於或 等於一雄 我要去正這件事 你要去找一個delta 然後你去正 不管你 要去找一個一雄 那你就要正 不管你delta給我多少 就是有兩點 它就是沒有了 沒有辦法一雄靠近 那什麼叫uniform 就是任何兩點夠靠近 就夠 夠必近 就對了 所以不管在哪裡 就是這樣 那照理說你要去正這個 但是一般來講 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會直正它 我們事實上用 就是直接去正 正不是連續的時候 它的定義 我們事實上用反正法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地方 正那個 有一個備註是 跟我們在正不連續一樣 跟我們在正不連續一樣 你要正不連續 事實上也是正 就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其實是難正 不是難正 你的思維要轉折 比較多套 所以在這個地方 正不是uniform 你常常是用反正法 我們喜歡用反正法 但你也可以直接去正它 只是你會發現 用反正法真的比較俐落 也就是呢 什麼意思 你假設它是uniform 然後你去得到矛盾 所以assume 這個f呢 is uniformly on這個r 那我這邊呢 然後呢 我要去得到矛盾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隨便取 一雄等於1常數來看 for一雄等於1呢 這時候呢 你如果假設它是這樣 則 這個 我找一雄等於1出來看 那因為它是uniformly continuous 所以它必須滿足uniformly continuous做到的事 也就是說它會存在一個delta大於0 使得呢 對任何的兩個點 在r中 距離呢 小於delta 那 其函數值呢 就會 一雄夠靠近 我現在的issume是取1 好 那我要來說 這件事情 會得到 從這件事情去做會得到矛盾 好 那你看我怎麼得矛盾 也就是說呢 我要真的去找兩個點 因為這件事情一定不對 因為它的正 就是說不可能做到 然後這是所有的點都做到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真的要去找兩個點出來 它呢 讓delta靠近 可是它的函數值降減不會 小一 那就矛盾 因為這是所有點都要做到 好 那我就去找那兩點 好 那 所以這邊呢 這邊是 這邊是 怎麼找的 the walking的部分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掛弧就是它事實上不是 證明中的一過程 但是你需要去找 所以那這樣子呢 你就找吧 總而言之 因為這個兩點要 一使用delta靠近 所以呢 你就取 你就取 s大於0 反正那在整個時數手上 然後呢 y呢 因為要跟他delta靠近 那你就把y取成 你就不要取兩個變數 你取一個變數 就是反正delta現在是給我的數 我就取 delta靠近 所以我就取s加上2分之delta 那這兩個 就真的delta靠近了對吧 因為他小於2分之delta 當他小於delta 那這時候呢 我的重點在於 怎麼樣的s會 所以我事實上是去找x 那 x取當然一定只是方便而已 隨便少一個 正數總比負數容易嘛 好 所以我就找x 那 然後x找到 那y就是2分之delta 所以我就去解 所以你看 代入解 那這時候呢 因為y比較大 所以 x加2分之delta 的平方 減s平方 絕對值就可以去掉 那我去算算看多少 然後呢 我的重點是 我算出來之後 我想要找一個x 使得它相減的絕對值大 不用相減 絕對值已經去掉了 它會大於等於1 但我就矛盾了 那當然你可以取 一種是1分之1 隨便 反正總共認知它一定是不對的 所以一定可以找到2點做不到 所以你就去解 好 所以你來解解看這個 所以這個地方相減就是 就是 那個xdelta 加上 4分之delta平方 我把它插 我拿掉 這個 這個都是 我們在自己 在思維過程中 我需要去想怎麼樣的東西 那我 我們要大於 或等於1 對吧 所以我可以估計 因為你要大於或等於1 好 這時候呢 好估方便起見 那你就會把 4分之delta平方 不要它 追上你千萬不要不要它 因為s是你要解的 對吧 那你要解x 沒有它比較容易解 我要解x 好 所以你就會變成大於等於sdelta 這件事情絕對正確 對吧 然後所以呢 我要它大於等於1 對吧 delta是給定的數 對吧 這是你給我的 我不知道它多少 可是真的有一個數在那裡 那從這邊你就會發現 如果這件事情 它大於它沒有問題 它 那我真的要做到的是 在delta固定之下 讓s相乘大於1 那你就會發現s取 s只要大於或等於 delta分之1 然後delta 因為大於0 delta分之1沒問題 對吧 所以只要s大於delta分之1 這個 這個不等式就 就一定會大於等於 就矛盾了對吧 那既然如此 你s取多少 delta分之2 delta分之2就好了 所以呢 你下次 delta分之1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更離譜一點 那就是delta分之2就可以了 好那就delta分之2 所以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我s字上就取delta分之1 所以我就真的去算 delta分之1的平方 對吧 我不用再跟你講 我另s等於它 不用 就是這個點 那 y呢 y就是delta分之1加上 二分之delta 那這個再說明這兩點的差距 小於delta 那它的平方 那絕對值 對吧 那這時候 剛剛已經算到這裡了嘛 是嗎 所以呢 就會大於或等於 那個delta分之1成delta 就等於1 剛剛我們身上算到這裡 這個地方後來是為了解的 欸不行 如果那個沒有包含在我的 我的證明過程當中 那我這邊要稍微計算一下 給人家看 那如果它在我的證明當中 那我就不用計算給人家看 因為這個已經算過了 等我在講什麼 所以取決 但你這個clean 可能要掛呼一下 或者是總而言之 一般來講實際上是這樣算出來的 好 總而言之這個地方 斟酌一下 那一旦這樣就矛盾對吧 矛盾於你兩點差距 比小delta 可是乍於你說這邊小U 所以它矛盾於這件事 好 所以 therefore 這個函數F is not uniformly continuous on R 好 下一次我們再證 F of S 等於S分之1 不是unable continuous 好 今天時間不夠